昨天的视频里我们已经给大家前瞻过了高通新发布的手机旗舰芯片 骁龙8 Elite 这波才一天时间 1加13就率先发布了 这抢首发的速度可够快的吧 既然量产机来了 而且还是对root比较友好的1加 我们当然就要好好来测一下8 Elite的详细能效 包括它的内核设计 自研大小和各自的表现 都可以来好好看一下 以及最重要的是1加13的时机的各种性能 那我们就不多废话了 深入来挖掘一下这次的骁龙8 Elite吧 那上期视频已经给大家看过了骁龙8 Elite的内部设计 应该说作为高通的首个3nm芯片 和近年来安卓阵营首个自研CPU的手机芯片 8 Elite的集成度还是挺令人印象深刻的 那么它这次自研的Origan L大核和M小核 具体到底是个什么规格 那它和之前PC上的这个X Elite的Origan核心 又有什么渊源和区别呢 那咱们就先来看看它的这个Origan L大核 那这颗超大核的微架构 果然还是延续了X Elite那个Origan的设计 但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了一些优化 前端部分的解码单元维持了和X Elite相同的8宽解码单元 L1的指令缓存的则有所减小 从192K改为了128K 后端的执行单元数量也同样没有改变 不同的是进一步优化了整数和浮点调度器的对类深度 那这可以进一步的增加后端单元的利用效率 那象征着核心乱续执行的ROB对类深度也继续增大 从本来就已经非常巨大的650 进一步提升到了679 那它的乱续执行能力也应该会更强 总的来说 8 Elite的超大核是在维持X Elite整体设计上进行了小幅度优化的产物 那X Elite的大核单说绝对性能其实还不错 那我也很想知道它在手机上能效如何 不过8 Elite的小核就比较特别了 它是一个从未出现过的全新核心 从整个架构的规模来看它应该是比较接近ARM公版的A7XX系列的 替代的是以前安卓阵营芯片的大核 它的前端有一个四宽的解码器 整数部分搭载了四个ALU 但浮点部分的执行单元就非常少了 仅仅两组执行单元 LB对类深度314 那这个架构的整体设计思路就很有意思 那么它的整数部分看起来规模不小 但浮点部分又非常精简 考虑到8 Elite的超大核是一个浮点性能超强的架构 那这个8 Elite的小核设计思路就很明确了 强整数弱浮点 刚好和它的超大核互补 看来可以使用自家架构的高通 也有了和苹果一样针对场景设计内核的自由度 这真的是有一种突破架锁的感觉 这次两种CPU的自研架构 在今天解禁之前一直相当神秘 大家都不知道高通自研出来到底是好是坏 那么尤其是能效表现 真的是充满悬念 有的人觉得这次能成 也有人看到今年ARM工把这么强 担心高通会打不过 反正今天咱们就一定能知道答案了 那我们用1加13定屏来测一测 到底是好是坏 带他俩经历一下SPEC 2017的考打 看看能效曲线就清楚了 首先来看超大核ORIAN-L 那打不打得过X925呢? 这个就是它的整数能效曲线了 看起来高通这个自研超大核 整数基本上和9400上的X925 不分伯仲 齐头并挺 和苹果比的话能效会比较接近A16的水平 不知道有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 不过它的浮点倒是带来了惊喜 那X925的浮点已经非常给力了 那么ORIAN-L中低功耗段的浮点表现 是和X925很接近的 但是到了高功耗段就是它的强项了 浮点极限性能非常强 它的浮点能效介于A17 Pro和A18 Pro之间算是可圈可点了 综合来看高通这次自研的超大核能效是近似或略高于ARM工版的X925 而且这两位的特点还非常像 都是浮点很强 今年这两家的超大核算是强强对决了 那小核呢 高通看起来也是和发哥一样 完全抛弃了像A5XX那种弱姬小核 这次自研的ORIAN-M小核 从整数能效来看基本也是A720的水平 低功耗段会略逊于苹果A15 A16的小核 由于峰值频率定的很高 性能上限还是比较高的 比起9400的低频A720 8Elite这个M核会承担更多大核的整数工作 相比较于整数 这颗小核的浮点正如我们前面所说 这并不是它的强项 它这个浮点能效仅仅和去年4nm的8n3上的那颗A720互有胜负 我们也说了 这看起来是高通刻意而为之 他们更希望把浮点工作交于超大核来完成 总的来看 这次高通自研的核心和ARM工版比起来 我觉得是针尖对卖忙 考虑到今年ARM工版的进步很大 这第一代的Orion核心的表现还算是说得过去 当然目前高通这个自研CPU 还是做不到苹果那样的外星科技 但万事开头难嘛 先打个不错的基础 后面再慢慢改进 潜力肯定是有的 不过鲁迅曾经说过 架构不够规模来凑 这次的骁龙8Elite强就强在 它的CPU是2加6的规格 两颗超超大核 六颗高频小核 多核表现绝对不容小觑 所以赛国斗区的时间 我们拿出Geekbench 6 比一下CPU多核能效看看 这8Elite多核确实很强 Geekbench 6最高干到了1万分 虽然跑1万分的时候功耗已经超过15W了 但从曲线的位置来看 低一些的功耗下应该也能获得不错的性能 整体表现还是挺好的 8Elite多核能效基本上很接近苹果A18 Pro 甚至在低功耗区间它还能赢过A18 Pro 比起发哥的9400多核要明显强一些 如果和上一代8G3对比的话 这次CPU的多核提升就可以说是真的巨大了 8Elite仅需6W多 也就是一半多点的功耗 就能够实现8G3满些11W下的性能 反正这次的CPU整体上是比较让人满意的 聊完CPU我们再来回到DaiShot上 再来好好聊一下GPU 这三块拼在一起的就是这个Reno 830 GPU了 高通这次给GPU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Slice 切片组 每4个CPU分成了一个切片组 8E830 GPU就用三个这样的切片组 总共组成了12CPU 那么单说CPU的数量 它比起8G3就翻了一倍 但每组CEO的内部设计应该也是有比较大的变化 从DaiShot上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颗GPU每个Slice都会配备4MB的缓存 总共12MB 给GPU配大量专用缓存 这个思路就非常像这两年的桌面显卡 高通的GPU一直都像个黑箱一样 很多东西并没有那么透明 不过我们还是通过了一系列逆向测试做了点挖掘 这次Adreno800系的新架构在渲染管线上的变化还蛮大的 那么以往的高通GPU或多或少会用到TBR 我们之前有简单讲过TBR 这是移动GPU特色的一种处理方式 它会把完整的画面切成块 一块块渲染来降低显存带宽的需求 那么高通的GPU常常会使用Flex Render技术 根据缓存压力去决定切块的大小 但这次高通的Adreno800的整个速度就很不一样了 我们写了一个测试GPUtiling行为的测试看了一下 有了大缓存之后 Adreno830似乎不再需要去切割画面做TBR了 12MB的缓存配合帧缓冲压缩 可能直接就能塞进一整个帧 这个其实就会更接近桌面显卡常用的IMR 直接渲染 完全没有切块的痕迹 不知道高通是不是有意想把这个架构往PC那种大GPU的方向去靠 感觉还是非常有野心的 频率方面 这颗Adreno830的峰值频率也是再次拉高到了1.1GHz 比上代又高了一些 它的性能能效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3DMark SNL能效曲线 本来我们觉得9400的GPU这么强 高通今年应该很难赶上 结果没想到高通今年也很强 尽管8Elet的GPU能效整体还是稀败给了9400 但两者差距并不大 考虑到内存差异 8Elet的GPU高功耗段用高频内存应该还能发挥得更好 相比较于8Elet的GPU也是明显带来了巨大的进步 同功耗下的性能提升了超过30% 这次GPU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不错的CPU加上不错的GPU 这1加13的游戏性能是不是会很给力呢? 老规矩 我们来跑几个游戏看看 首先 原神 在标准的810P分辨率下 反正大家都能跑60帧嘛 1加13的能效比起上代的8战3机型进步还是很大 整机功耗4.6W 和iPhone16 Pro及9400机型旗鼓相当 但我觉得最牛逼的是它的机身温度 1加13是我们史上第一次在原神虚米跑出的测试当中 机身温度跌破40度的手机 最高不超过39.8度 这未免有点冰手了 所以我们还是给它上点强度吧 看过我们以前1加评测的同学肯定知道 1加的插帧算是一绝 由于不需要依赖外挂芯片 直接用GPU插帧 而且渲染管线级别的插帧 在游戏适配之后 可以拿到运动矢量信息 所以不仅延迟会低很多 插出来的画面也会更准确 你想它这个思路 其实有点像NVIDIA的DLSS3 这代1加13是继续改进了插帧 然后也支持超分插帧并发 我们测试了一下 在超分到1980×900的分辨率后 再开启插帧 插到120帧 结果原神跑得非常稳定 并发的情况下 整机功耗也只有5.8瓦 坚持120帧跑完30分钟毫无压力 我觉得能够做到这样的能效 超分加插帧也算是真正稳定可用了 再来试一下崩坏星穹铁道 哪怕是皮诺康尼这种极高压的场景 1加13跑得也很顺利 全程满帧毫无问题 而且整机功耗甚至控制了6瓦以下 比起天玑9400的机型还要再低0.1瓦 最强的是它的插帧 在崩帖里工作的也很顺利 跑皮诺康尼竟然还能坚持30分钟平均119帧 功耗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7瓦 但依然是稳如狗 再试一下明朝1加13 59.3帧 5.3瓦 比9400机型的能效还要更好 机身最高温度甚至只有42.1度 这散热堪称离谱 查看CPU调度 你会发现这种以往我们认为已经很高压的游戏 跑60帧已经没办法给8EDIT的CPU上什么强度了 几个CPU的频率都是跑到1.8G和不到 堪称轻轻松松 我们还测试了一下王者荣耀 看看这个低负载游戏的能效 那么1加13跑60帧极致画质 整机只有1.9瓦的功耗 跑120帧高清更是只有2.5瓦 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上代8EDIT的机型跑王者60帧的测试都要2.5瓦了 这代1加13已经可以用相同的功耗跑120帧了 这个能效是真的挺惊艳的 其实我最关心的还是8EDIT机型的续航怎么样 但目前1加13还没完全解禁 很多东西还不能聊 这个就等到我们后面再来看看吧 至少从我们今天对CPU、GPU、游戏性能的详细测试来看 这代8EDIT在能效上还是有点东西的 虽然这个字眼Orient架构 能效上其实也就和ARM公版差不多水平 它还没能够达到苹果CPU内核那种碾压级的程度 但高通毕竟愿意堆规格 再加上各个方面的改进 自然是可以引起质变的 那么前几天测发哥9400的时候 我们就特别担心 发哥今年这么强 高通到底能不能赶得上 现在看起来高通是丝毫不虚 这台1加13我们测完也确实觉得是性能致霸了 不知道再度的大家觉得满不满意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本周我们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视频等着你 请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